出去外帶或是喝奶茶 其實常常都會用一種紙容器 可是為什麼它是紙的 還能防油防水呢 原來是它裡面有一層叫做塑膠磷膜 但是就是這一層膜 它會導致回收的成本大增 現在國內的造紙大廠華指 他們研發出了一種 不含塑膠磷膜的全紙回收容器 要帶頭組成是回收的國家隊 陣榮也是攜手電商 把你收到這個包裹的紙箱 變成單一可回收 但餅皮在肩台上來回翻面 最後放入包裝 但原本這些紙餐和奶茶杯 製作過程都得靠塑膠磷膜 防油防水導致無法快速回收 但現在台灣紙家大廠 研發出百分之百無塑膠磷膜 還喊要和四家連鎖 全台共千家早餐店 成立全紙回收國家隊 我們每天吃的早餐 大概會使用到兩個以上的紙容器 而它可以回收的纖維 大約只有百分之四十 不過使用百分之百 無磷膜的回收紙餐具之後 它的纖維可回收就高達百分之九十 甚至還可以變成回收紙 實際做個小實驗 每個紙容器要回收都要打成散漿 但同樣時間 還有塑膠磷膜的分解過後 就會看見塑膠薄膜 新的全紙回收 能讓紙容回收比例增高 甚至獲得 美國數十龍頭品牌採用 但問題來了 這樣成本難道不會受影響嗎 我們是對未來營業的大概有20%的一個佔有率 這樣一個期許 做成容器它中間還有加工還有配送 那紙張多了一兩層 其實到成品的時候 它的增加的幅度是應該是比一兩層還要低 儘管成本增加還是得做 畢竟全台每年要消耗八十億個一次性紙容器 循環精進成為重要課題 滑紙長期目標希望可以到兩成 鎮容每年大約使用一百八十萬噸的回收紙原料 工業包裝紙的回收再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統一集團旗下統一推出杯數杯 只要把產品埋在土裡面 一年左右可以完成百分之九十的分解 無色化紙容器的事情 我們當然會樂意配合 當然成本會增加 那最後面可能就是 消費者是不是會接受 我們有一首儀利 如今當全球力推綠色循環 哪怕是國內造紙業者也都得跟著轉型 但如何解決成本上升 市場接受度也成為下一個課題 東森新聞許千副一文台報道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